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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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其实我是单亲家庭 因为小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常吵架 吵一吵就发生了一些意外 后来就离婚了 班上的同学就在跟他吵架的时候 他就会拿这种事情来嘲讽我 然后那时候就心情就会有点受到影响 就会很难过这样 小时候还蛮活泼的 记得刚上幼稚园送去幼稚园学校的时候 他就看到有老师还有同学还有玩具那些 也不会说拜拜就冲进去 就跟人家这样玩 可是我都蛮忙的 因为家里是大家庭 就是要弄家里的事情 就比较少陪伴 就是在古中的时候 一开始我是不玩手机 然后那时候看同学都在玩传说对决 然后我就跟着去玩 就一开始刚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都是打一个兴趣 然后当然是越强越好 然后打到后面之后 慢慢接触到一些业余的赛事 然后那时候有一个 就是2019的时候校园赛 然后我就想问 就是我身边的朋友 那时候我朋友是打的 然后我们就一起 我就问他要不要来读 就是新竹的东泰高中 然后我们一起组队 然后去打校园赛拿冠军 然后让别人看见我们 因为我那时候不懂 就会觉得说他是 就是爱玩游戏不上课之类的 然后后面就是又吵了一架 然后他就离家出走这样 那个时候 就爸妈家都两边跑 然后可能个性也比较冲动 就是去到妈妈那边 就跟妈妈那边的人吵架 去到爸爸这边 就跟爸爸这边的人吵架 然后吵完之后 因为两边都吵了 然后就不想回家 就离家出走 然后离家出走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 也没有想过要去哪 然后就打给陈爸 然后陈爸就说好 然后他收留我这样 今天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收留一个高中生 我好像陪他一起睡公司 把两个睡椅子上面 就陪他睡到早上这样 然后后来我会想说 反正刚好说大概刚好暑假 我说他你也没事 他刚好我儿子也在刚开始在练习在玩 传说对决这个部分 我说那你来我店里上班 你就每天帮我带我儿子就好 你的工作就是陪他玩游戏 每天上班就这样开始打 打到下班 打没多久 我儿子那时候大概九岁 两个人这样玩完完 我儿子净百大 暑假结束的时候 我儿子就是要上课 他就变成说 他就失业了 我儿子上课就换他失业 他说他刚好 那你就来我其他地方餐饮 我的地方上班 我说他们晚上回去 不来沙发 因为他睡沙发 他就在沙发上 每天就一直练 一直练 那我说他要去的时候 要倒垃圾怎样 踢到垃圾不是 他倒在那边 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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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随时随地都可以 练习量很大 后来 因为测试的地方是台北 然后刚好那时候 我的朋友DK 在台北有地方 然后那时候就问他说 能不能借他这边住 然后因为比较近 比较方便 然后刚好他也玩传说 然后我们就一起练习 一直在他家练习这样 因为我上台北 等于我没有在大基点工作 所以我那时候是 基本上是没有收入 所以那时候 因为他那时候有在上班 他就会偶尔帮我分担一些 就是平常的那些生活开销 他那时候还在新竹的时候 就大概跟我讲说 他要来台北 其实在测试前 可能还没有地方可以住这样 所以我想说 那就暂时 家里可以给他借住一下 我私底下认识的他 其实就满 满傻的 对 有点呆呆的感觉 可是就是在游戏方面的话 他就是胜负欲满重的一个人 对 然后同时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对 就跟私底下看到他 有点不太一样 第一季刚进来 第五名 就觉得 怎么这么 这我的烂 然后到下一季之后 又没有换人 然后就一直 一直磨合 然后一直换阵 就是换来换去 然后变 我什么 例如我可能打辅助 打射手之类都换过 然后到最后才变成说 我们那一季 就是第一次进冠牙的那个阵 那个时候 因为我第一次进冠牙赛 想说有点成绩 而且有可能会拿下冠军 所以我就邀请我妈来看我的比赛 虽然那次输了 但 我下台之后 看到她的表情 她就是笑着面对 虽然她不知道 我输了还是赢了 当然就是很开心 因为她觉得我找到自己想做的事 然后她觉得很开心 我都不了解是她有跟我说她要比赛 然后后面是她有个女的女生的朋友 一直要我去 她说我我很希望你来什么的 我说好吧 我就她一直叫我去看看 对 然后我就公司请假去去看 我那时候是蛮蛮惊讶的 对 然后也蛮开心的 可是我 其实重点我没有在意她的赢来说 我只想看到她 然后跟她吃饭 跟她聊天 所以从那时候 就是因为她觉得 我找到一件 想做的事 然后她就觉得 那她就让我来做 下一季找了NK进来 跟刷哲 然后说我们也是练了很久 因为刷哲其实算是一个经验 比起我来说蛮丰富的一个辅助 然后那时候 也是 我跟她去 慢慢磨合搭配 然后觉得是蛮舒服的 然后也没想过那时候 会有办法 连胜 进到第二次的关键阿赛 但是明先进来了 这边的话 小林直接点主抱 满歇满状态 恭喜HKA 魔咒还是魔咒阿 明明拿了两次亚军 觉得肯定有些地方 有不足 所以那时候就检讨了一下自己 可能心态上 或者是打法上 有些不对的地方 然后想在这一季 全部都把它改正过来 然后在这一季的时候 就想试着去配合队友 就不会想着 就是要自己一个人秀到底这样 改变我的打法 跟心态上 可以稍微用鼓励的方式去鼓励队友 我觉得她好的优点就是 不管今天是输还是赢 虽然她的 输的话 她的气压很低的情况下 她讲话的口气会比较不好 但是她都会跟我一起讨论阵容 以及上一把怎么输的 或怎么赢的 然后下一把我们应该怎么选 会比较好 阵容要怎么搭配 会比较好 就是让人有一种后盾的感觉 就是有她在 她可以做好她的消耗 然后她可以扣队友 如何去断兵线或是推塔 在这一季就赛的时候 第一场是对上BRO 然后我们是以3比4输掉了 其实那时候是蛮难过的 因为我们在第一次赛的时候 都没有输过他们 所以那时候 在心态上面影响很大 但是 那时候晚上的时候 我是自己想想 因为我这一季就是要改变自己 所以我在那一天的时候 就希望在隔天我就能 以就是更好的心情去面对 下一场对战这样 然后也 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然后让我们击败了HK 然后击败Made 顺利进到这一次的冠牙赛 然后在打冠牙赛之前 我们也是彼此互相鼓励 然后不管这一次的过程中是怎么样 我们就是彼此互相鼓励 这边的话 哇 中路的高倪塔已经掉了 最快复活的还要12秒钟 而且冰箭是整理不掉的 心眼倒下来了 而且没有涅槃之刃 这边的话 直接是把原地之币放起来 恭喜温婷 哇 张任无始当比赛 没有错 2022 GCS春季总冠军 地形赛魔咒 解除了 直接解除魔咒 我希望这一次AIC能够突破我们的预期 突破我们的八强魔咒 然后跟其他赛区的冠军 来一场精彩的对战 就是我们从2021决定留下来之后 我很感谢他可以陪我一起 在1team 然后我们现在也拿到了冠军 接下来就是看 我们能不能一起实现他的梦想 他的梦想是拿到世界冠军 希望他的世界冠军里面 他的梦想里面也有我在 希望就是他要身体要顾 然后要早点睡眼睛也要顾 然后出门要讲 然后要常常保持 如果要回家 我想对在看这部影片的你说 当机会来临时要好好把握 虽然你可能会遇到很多阻碍你的人或事情 但请不要放弃 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我是连安计划师 这是我的选手故事